继广西中越边境之后 今年年初中共当局又在云南中缅边境地区建造围桥 以阻隔国民韬越国境 据报长度660公里的缅中边境隔断疫情工程全部完工 据传重点偷渡路段将安装高压电网 所有地方将安装天网监视系统及红外报警 中共病毒疫情在中国有再度爆发之势 同时中国已出现血框 海外媒体获得多个来源的消息显示 基层开始强制献血 大纪元获得一份苏州某单位 常去摊派员工献血的内部通知 要求在12月15日组织展开无常献血 还对各部门分派了指标 日前中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换员 由中期委副书记 国家兼委副主任陈小江担任 这是该委员会成立66年来 首次由汉祖人任主管 有学者认为 中共所谓的民族自治和统一 已经被宣布为谎言 近日北京寒冬中 昌明乡堂文化新村百姓遭逼迁 被断电断水 当地不少老人购物用来养老 因此有老人举其上高墙喊冤 有抗战后代的老人街头哭诉 又正把大学老教授宣布绝食抗争 守护家园 真正名人后代的老编导抗争被拘留 而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披露 强拆内幕称 有高人给习近平看风水 因为乡堂村因压住楼脉气口 所以必须拆除 新航亚太电视整理报道